要做进口的,进口一些意大利的这些农产品 像顶级的橄榄鱼,还有些 葱麦豆,番茄啊,番茄的罐头 还有一些派生的东西,这是我回来的时候的一个动机 但是就是选错了地点 我以为跟美国一样,只要开在大选的 附近的话,生意会很好,结果开出来 是一塌无敌,后来幸好 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来帮我支持 所以现在也做得还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今年希望在东区那边能够找到一家店 那这家店就是还是放了,当做做进口的东西 那进口的感染呢,我这边跟意大利的关系非常的好 我可以拿到就是说,真正纯正在那个 就是那个地方生产的 不是说从巴西、印度尼西亚、哪里 就是世界各国运到意大利去挤出来 然后贴上美人一礼,就变成意大利的产品 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现在我正在做那些有机认证的这些资料 还有有机认证 对,有机认证的资料这些 所以一般一般都好了 那我是会用我的爱莫莲的那个店名啊 做我的牌子 也设计好 也就是说,主要是要做进口的干奶奶 那另外我在国外是做了三十年的意大利的披萨跟餐厅 我做了三十几家 是是是 就是,回来试试看 就是说,将来希望说在第二家店的时候 我可以把我在 像米约的style 的东西 做在前面 就是open kitchen 把厨房放在前面 然后所有的这些快餐的pasta 这些salabar 这些pizza 像罗马的那种方形的pizza 那整个都可以放在外面 那就是客人忙的时候呢 他没有时间等的话 就是上班族的话 要赶时间的话 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拿走 所以在那边我就比较有心情无数的 比较像样子 因为这一家店当初的设计 并不是想要做pizza店 就是想说做一个展示餐厅 就是进口餐厅 结果是做错了 或者是做错 也没有后悔了 就是说 也当做一个经验 然后呢 重新出发 就这样 好,谢谢